現在就想馬上見到你 就想馬上靠著你 愛是一道光芒 停在高高天上 我還是那個我 不曾改變的我 你太疑心病 我懂有溫習 每個答案記得你已經長熄熄 一頭肩膀Message 一句照顧自己 好想擁擠全身所有力氣 然後好像有時候會說 你為什麼不是要唱元K 我都幾歲你在叫我唱元K 叫我跳 你到底是要我自己 我猜我沒有覺得 你他否決那麼快 你跟當天在決定 你就不要急著搖頭 你真的是很冷漫 Yuki is best 那大閣廳九個月沒開張啦 哇 九個月沒有配音啦 一開張就是再次來到此單元的 拼命天后 徐歪玉 而Yuki呢 也即將在10月7日舉辦 人生第一場台北小巨蛋演唱會 還記得上次呢 娜娜用我是女生的造型來迎接Yuki嗎 這次娜娜化身成為飛起來造型 準備跟Yuki大唱特唱啦 今天娜娜擔任鐵粉女魔頭的身份 要給Yuki進行演唱會總驗收大考驗 首先呢 第一個考驗就是經典快歌書情話 就來看看Yuki 準備好了沒有 我也是你的天使 看見我 你就快樂 散了一艘飛機 我做記憶 誰叫我最愛你 停住世界在這最美的時候 我要記住每個動作 我的心不會再和誰那麼靠近過 連我嘴巴張開卻無法形容 我拼命點頭你更感動 原來想的都沒錯 世界那麼遼闊 心坑我們都沒錯過 欸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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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像好多旗袍 裡面寫著我的感覺 就是喵喵喵 哇 歡迎徐懷孕 歡迎徐懷孕再次來到娜娜大更廳 誰啊 誰啊 女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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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剛剛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娜娜大師鐵粉女魔頭 知徐懷孕小雞蛋演唱會特訓總驗收 你有傻眼 有 剛剛呢開頭呢就是考了徐懷孕一般 因為他一來呢我就說我們把快歌變成主曲 大家有沒有覺得表現如何 半夜了 我是跟觀眾講話我剛剛現場的 你想在這邊幫我做回應 你覺得剛剛你的總驗收突然的鋼琴曲 然後把主曲下起來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對不對 對 但是演唱會不會有這個版本 演唱會就是進行的把快歌就是high起來 很期待 沒有啊 全部都上慢歌 不要了 我覺得觀眾 有一些買票的觀眾可能會傻眼吧 如果所有的快歌都變慢歌的話 你覺得會不會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退票 因為NANA大師獎 不干我的事喔 反正演唱會不會有去的那個版本 不會 不可能 不過呢因為上一次呢 我跟Yuki見面是因為宣傳Legacy演唱會 現在從Legacy千人的場次 變到萬人的小巨蛋 哇 感覺如何 經過TICC的犀利 對 小巨蛋應該還行 因為TICC大概四五千人左右的場次 一下子連續唱兩場 然後接下來就是小巨蛋 這一次呢 就是那一天 10月7號 台北小巨蛋倒數三秒演唱會 你準備好了嗎 Are you ready? 對你這樣講完我不準備好也是尷尬 我跟你講呢 今天很多的考驗給徐淮 但是在考驗之前我們先來看看 徐淮玉的各個時期的live演出 好想要拉中提前奏 為你握手冷風吹 很好聽的 李文 李文是我 他是我的舞相 為什麼 世界好不公平 先讓我們相遇 有經歷太多風雨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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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來我的身邊 原諒在你的眼睛 太陽在我心 現在我唱這首歌 不只為你 大雨風陷給操場 長得風陷給水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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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講的其實真的是有命氣 最愛你的歌是我 你怎麼笑得我難過 對你放出了怎麼懂 我的快樂 真心的快樂 怎麼想吃 很難 怎麼樣 看到自己多不重視的 現場的狀態 有那種性熟年 也有認真準備 也有跟吉他 一把吉他 因為我以前就很喜歡跟一把吉他 很好聽 對 而且妳那一場 雖然我只棒得祝我幸福 妳那場還有唱范小萱的 Cooler 還有末尾的鑽石 都超級好聽 就因為那時候我的那個 嗯 氣 那個製作企劃 對 對啊 它就是吉他很強 因為那時候是發行 Miss Wright那場專輯 完美小姐也算是另外一種曲風 比較成熟書琴 那時候大家說太成熟 然後結果現在看完講說 天啊怎麼這麼帥 其實很好 天氣很好看 妳的臉在轉什麼 是嗎 我想說 到底要過幾年之後 你們才會 等我那時候做的東西 我覺得妳真的是都沒有變的 妳真的很棒耶 今天有一個考驗呢 就是女魔頭 我就本身是 妳看得出我本身是女魔頭嗎 我只看得出妳的夾髮快掉了 沒有 夾髮還是很穩 沒有 這邊啦 後面別人看不到沒關係啦 但我很在乎啊 妳當初頂這個頭的時候有很辛苦嗎 我就想哭啊 每天都在哭 妳現在是不是也很想哭 因為很困 沒有 那是因為那個夾子很多 然後它就重複夾在頭部的地方 所以 妳有時候拿下來的時候那個造型是自己看好 因為上面有血 天啊 就是那個夾子上面有血 我覺得女明星真的很辛苦 如果女明星有這些造型要做之外 女明星你看 她鞋子有多高 很多明星 女明星在舞台上 她真的都要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跳舞啊 好 我們現在來進行的是 女魔頭大考驗 跟粉絲 納拉大師合唱 等不及 還記得這種歌嗎 記得啊 一起來合唱 考驗 對啊 我唱Rack囉 你不要被合唱 你確定嗎 我已經練很久了 我就是劉承俊 不可能 俊很帥耶 對 我也覺得我早好像沒有這樣 而且她肌肉超大塊 妳當時有沒有一點心動 跟她合作的時候 我沒有心動 我只是嚇到她就是那個 被她的那個舞蹈 然後就是 因為她不是中間這個拉鍊拉的 對 然後我想說 舞蹈拉到這裡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她拉那麼低 原來是因為舞蹈跟她講說 要拉低一點比較帥 就很性感啊 不是 她吸引我這樣子 那有成功嗎 沒有 因為我只是覺得說 你拉那麼低幹嗎 再上來一點好不好 因為 然後我快看到了 你的想法是 我才是主角 你閃邊給我拉那麼高 拉那麼低對不對 沒有沒有 因為她是我師兄 他這等於是 我們是一起的 然後我想說 歐巴 那個拉上來一點 我不要再看到你的肚毛 再下去很恐怖啊 很好看 你們禮貌 跟你在那邊吵架 我們現在來唱等部集 請堂 然後 剪刀 你 声音都要浪 放着电话 有点爱滚 可是不等快 我昨天睡太晚 想你上到三点半 早上匆匆忙忙 光的往昔 过得一段乱 很容易不耐烦 从现实中走的那么慢 想用平常心态 变了有点难 现在就想马上见到你 就想马上靠着你 别说一点就连一秒都快得不及 你说你也过往想热情 做一艘火箭当快递 虽然活着还是感觉甜蜜蜜 耶 那结束啦 哎呀 这样就饶过你了 欸 是我靠你啊你靠我烦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你觉得这一考验有没有过关 这么久的歌我自己还能唱成这样 我才不留意 没有ray过欸 我们就说不要ray啊 失误才好笑啊 你知道我已经用过死不ray 我的艺人有谁我来盘点 许如云 然后曹萌 跟徐怀玉 所以你们就是天生的艺人 你们就是音乐来你们就会唱 是吗 是 而且呢刚刚这位小姐呢 在来之前 因为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披他哥哥 你有去披他哥哥的节目 她在里面受训受得很累 所以她今天来到她全身 其实现在那是披他哥哥 对啊 披他哥哥都是你的啦 她也学会因为今天很累 她一来的时候呈现一种很像 魂飞魄山的状态 没有 没有 不是因为我已经有半年没有重 快半年没有重训 所以我在进去的时候 我只能从小重量开始练起 然后所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在练的时候还好 但真的我九点多就睡着了 然后我到凌晨三年我醒来 刚好真的满六个小时 好可憐 然后开始就觉得 开始不行 我怎么觉得我全身到底哪里痛 然后她今天一来就呈现一种就是 迷流的状态 很累 对 对 然后开场她说 出去我不会唱 我不会唱 我不会唱 我脑悟啊 这个内容就发疯 然后想说天啊 这位小姐姐啊 可是我刚刚等不及一下去 你根本就是 我到底就是你的啦 对不对 因为有你在身旁 你记得我刚唱的如何 虽然我是要考验你 但我已经唯一考验到我自己 但我觉得唱得蛮好的 但是没有我好了 欸我们来 你来 你来 你跟我唱看看 我不同段 好来 你跟我唱 对啊你跟我唱完整的rap 但我可能要练一下 好下次再听你来唱 我相信你还会一直在看影像会再来玩 我跟妳讲呢 你模特的考验的不是总有刚刚那样 还有对自己歌曲的熟悉度 可以吗 你对自己歌曲有把握吗 没有啊 但像等不及至少算只有打过的歌曲 等不及 有打过 有拍MV 而且大韩国耳红 对不对 超红啦 拜托 拜托什么 知道欧巴的歌迷是 爱乌吉乌 对 因为当时它就是流行天网的程度 然后我就不小心就成为了那个 就是韩国的那个天花板 其实因为你很 因为现在就很流行韩国音乐嘛 其实你很早期就 一再韩国音乐有发展 然后还把很多音乐带来台湾 然后那个 你头发在干嘛 你头发很顺 你不需要再录 我怕你又要麦啦 神话看到我的时候 神话 现在小朋友神话 那时候HOT有见过面吗 HOT HOT在我前面 他会这样 真假 SES呢 SES那天没有 因为我们那天 那是我第一个节目 然后 他有分你只能选 因为两台嘛 只能选一台 所以刚好另外一台是SES 没有遇到这样子 如果我们是在最大的那一个 哦 是 我觉得很赞 我觉得很赞 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很赞 那有没有什么 有想要再继续玩 韩国发展吗 韩国发展这样没用 因为现在我太久没工作了 也不容易 就像第一代啊 你第一代 第一代 你真的是很另类 好我们现在来考验 女模特来考验 对自己的歌曲熟悉 我先随便讲 好 你如果突然会唱就唱 爱是一道光芒 爱是一道光芒 停在高高天上 我抬头啊 是你的脸庞 哇哦 还要 你一眼中想玩 因为我也是本事 我就很想唱 好来来 你要我们那样滑这么多音啊 因为你刚刚有偷滑啊 我刚刚不能接这个话 没有我转一点音而已 啊啊 啊啊啊 来有一首我自己弒的人很喜欢 然后我有一支在歌神情上出的时候 有跟他聊过这首歌叫《疑心病》 还记得很唱吗 你太疑心病 我懂又问心 每个答案记得你 你紧张嬉心 紧张嬉心 每个问题记得你 你紧张嬉心 其實這個轉音我也是跟阿力學的 阿力那時候還沒出道 你說現在的轉音 沒有啦轉音是因為她轉的時候我就跟著轉音 所以我們兩個還蠻match 那妳跟阿力合唱的時候有壓力很大嗎 當時在浪姐的舞台上 也沒有耶我們兩個就是抱著一個很開心 其實就是一個經典跟經典的合作這樣 其實我們兩個一起的時候還蠻開心的 那妳覺得阿力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阿力其實我覺得她也算是天天可愛的那種 她其實應該是 我們兩個其實蠻像的 妳確定 我確定啦 因為妳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因為我們兩個常會有時候會突然 講話會突然覺得自己覺得很尷尬 到底這是要怎麼講 有 有阿力會怕嗎 也會怕這樣子 該講還是不要講 就是確定 我們要很確定的時候我們才確定講出來 有 其實那門真的沒有擂頭 聊天的時候就有講說 我也是會怕 她說我也是會怕 到時候如果這個聊不聊不對 我說尷尬 她說太有怕尷尬 所以你們講話都是這樣子 我可以這樣講 我就很奇怪 不把實音講出來 妳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不是 妳知道為什麼嗎 對啊 包括龍 因為別麥 對啊 對 我也會怕 因為像那種實境一首的比賽 你們就是無時無刻就是 完全的會被收音對不對 我跟你講呢 今天還有非常多首歌 你突然想唱都可以唱 然後我本人呢 還非常喜歡有一首歌 我覺得你根本不會記得怎麼唱 Give me five妳還記得嗎 So tell me why 我們播音樂一起唱 我有準備 真的假的 對 很厲害對不對 來考驗徐懷鈺還記不記得這首歌 從小友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從小友人偷偷告訴我 男生女生不能一起唱 歌有所好從小不習慣 難免有麻煩 從小友來再度警告我 男生女生不要一起玩 因為愛妙如果長出來 後手是不簡單 可怎麼辦 我們談得來 Oh no 從小到大總是這般 來來來 Best thing all the night 大家都拆拐 自己人把好演一起踹 So tell me why 不能一起玩 不要想玩你們的邏輯甚至奇怪 你才知道 Are you where 不要想玩你們的邏輯真是奇怪 So tell me 5 1 2 3 4 5 Yeah Yuki It's me Yeah Show you my balls Show it Chicks the freaks Your hopes let's get lazy now Yuki is back 而且我跟妳講那是錄音室 可是我覺得Live 重點是要有那個Live的精神 那個Key是最重點的一件事情 是那個完整的表演 就是完整的表演 對 所以我覺得妳已經完全 自己知道自己演唱會 要什麼狀態去演唱 因為不然的話妳要跳妳又要唱 對啊 妳一定要去平衡一個東西 然後像有時候會說 妳為什麼不是要唱元Key 欸我這幾歲妳在叫我唱元Key 要叫我跳妳到底叫我自己演 而且妳知道嗎 它是嚴格來講它叫消耗品 它是真的會隨著年紀來去 而且其實跳舞 我們聽的是小鼓聲嘛 然後我們唱歌是聽大鼓聲 那這小鼓跟大鼓 到底要我們怎麼樣 很難平衡欸 我剛才有些人就說 可是妳是歌手欸 我是歌手然後怎麼樣 所以這是妳要會的欸 這是我要會的那妳來啊 有些酸民就會這樣 沒關係 現在就是妳來 妳有分 我沒有要來欸 我沒有要來 妳是歌手 這樣唱 你真的 我沒有真的啦 不是 其實唱高唱低 我覺得不重要 而是重要是妳在那個時間 我們說妳要唱跳的這個 這個狀態裡面 妳有沒有辦法把那個歌唱好 對 然後也跳好 對 很好 我現在非常的期待 妳覺得算難嗎 剛剛那一part 突然這樣唱給我唱 像前面愛心唱 愛心到光芒妳就答對了 已經疑心病 給我唱妳剛剛前面 是不是有點想說怎麼唱 有沒有 沒有 我只是忘記那個男生女生 到底是要幹嘛 反正的我覺得Yuki 算是過關了啦 男生女生不要一起挖 因為愛 要唱幾遍啦 好 重點是呢 我跟妳講 妳自己練很久對不對 沒有 這些我都很熟啊 我根本 我就徐懷越鐵粉 我是女魔頭徐懷越鐵粉耶 因為呢 我跟妳講 演唱會呢 妳是第一場開小巨蛋 我覺得對妳來講 可能對很多歌迷來講 也是非常的別居意義 所以呢 我猜 我不知道 妳可能結束的時候 大家不會放妳走 那妳也會很捨不得大家 所以妳會留下來 想說繼續唱歌 我猜 我沒有覺得妳要否決那麼快 妳可以當天再決定 妳就不要急著搖頭 大家的熱情會希望 小巨蛋 是我的 然後妳可能會被QQ出來 大家會希望再唱歌 可是有時候妳們歌單都沒了 所以大家會突然點歌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是那個環節 觀眾突然點歌 不是 你知道嗎 我如果超時的話會很尷尬 沒有沒有 妳就在不超時的情況下 安可 因為我不相信那個時間點會滿到 妳在中間的時候 妳弄得太多會被畫圈圈耶 我們已經被 我已經講了不要talking啦 一直給我加歌 好氣好氣好氣喔 對啊 不要再叫我講話了 好 現在沒有要講話了 現在是觀眾安可講點歌 然後有人喊 我要溫馨 我要按一下按照做感冒 那妳要怎麼辦 妳根本就是在那個裡面 當許願池的那一個 我早就已經打醒了 我已經買了 我買最前 來 溫馨跟按一下按照做感冒 妳現在配鋼琴 妳有辦法唱哪一首 我唱 考驗失敗 演唱會取笑 好 憑什麼我在練起上的演唱呢 妳會不會覺得起曲要散了啦 好害怕喔 我沒有很害怕啊 這就好啦 我是在想說 我都唱完的話 我道歉 你覺得我 你演唱會還要唱嗎 欸 妳演唱會唱會唱 會唱 Give me five嗎 不會吧 沒有都唱完啊 但是一個東西這樣子唱完的時候 我演唱會有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兩首歌沒了 我直接拿掉 妳說今天的節目嗎 沒有 今天我如果唱的話 我今天就直接拿掉 妳真的好像瘋子 沒有… 因為沒有 我不喜歡歌單寵婦的 欸 現在他後面還有很多首冷門歌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還是要一次 本事的記憶 我跟妳講 現在妳選的根本都是熱門 屁 等一下 妳唱一下 我以為她是好練耶 她擺練 擺練腳 我們先講 她明明就是她是想要練的好不好 沒有 妳選一首啦 真的 我選一首啊 因為她真的有練 要不然她很過分一直逼她 好吧 那我唱溫喜好了 好 就是溫喜 Yuki 妥協了 要唱溫喜 對呀 我是被逼的 她被逼了 要唱溫喜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要進歌 是不是 我知道 我們就是一種… 開心就好了 來了 你不要那麼急 不要那麼急 她還在鋼琴彈這麼好 讓她彈一下 我們需要一點那種感覺 差不多要進了 你不要急 真的 就是這個了 我知道你不要急 在你剛剛離開的沙發輕輕坐下 拿起了你喝過的咖啡貼著臉頰 愛抱著你脫下的外套不可放下 一點點日溫將我融化 溫習著一絲一絲一絲 溫習著一絲一絲 你說的情話 靜靜的抓住寂寞的空氣 晚天醒醒 你在哪裡 冷冷的夜 雨不停 不…下雨了… 我記得十月前 小巨蛋演唱會 Yeah 我覺得這是天生的喜劇態度 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你突然這樣來… 還記得第一次我… 她是一種… 一種幽默 對我來當是一種幽默 我可以是一個技能 你剛表現得很好其實 你摩托覺得過關 你摩托覺得你很棒 你摩托其實滿變態的 你說哪部分 喜歡露底褲的部分嗎 不會那個啦 打馬賽克啦 不用怕好不好 可是我問你 因為其實過往… 其實聽過學業的TICT也唱… 聽過它的Legacy 比較容易忽略MISS WRIGHT的專輯 對不對 比較少唱 這次會有嗎 沒有啊 只要你說 我們還要聊嗎 我猜 應該至少會有一兩首吧 因為你也是有MISS WRIGHT的本事吧 有可能… 你先不要回答 你先不要回答 我先考你MISS WRIGHT 才會不會唱來不要 我們不用買 我們直接唱 你會唱我歌嗎 一二三 我搞不懂我自己要想想什麼 想什麼 也無論你說什麼做什麼都不夠 我比你早知道我驕傲我 此死我無情我殘忍我 我倫敦我 我荒唐 可是我 我真的很愛你 有沒有很變態 可是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這首歌比較累 為什麼 因為它比完美小姐難唱一點 你覺得這首歌比完美小姐難唱 沒有 其實那個 三題解說比較難唱 因為它的那個 從三題 因為那時候陳三題幫你製作這張專輯 對對對 因為它有那個拍子的問題 喔 而且呢其實 其實在一開始有聊到清唱的時候 它在Miss Wright的時候 有清唱很多首歌 是比較成熟的版本 其實這張專輯有非常多成熟的 所以為你的歌迷 很多也是從 譬如國中啊 或是國小或高中慢慢一起生長 到現在我們一些三四十歲的朋友 其實也是很喜歡這種曲風的 所以如果 我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你們就跟我講說 我怎麼會做這張專輯 是概念式啊 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Miss Wright的確有一些老粉 或比較習慣妙妙妙啊 向前創的粉絲 比較沒有熟悉這樣的曲風 可是那時候一定有吸收到 或者是新增到不同的曲風的粉絲 真的有 他們到現在才發現 這張很重要 他要死觀眾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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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這樣非常好聽 而且呢 我覺得這張專輯的有一首歌 你根本可以請 宮林娜姐姐來當嘉賓一起唱 有沒有發現 叫簡訊 你覺得它飛得過來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只是一個介意 你又真的回去考慮說 欸 宮姊姊啊 那個 太棒啊 我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因為宮林娜的 他會唱很多傳統戲曲 然後這張專輯的時候 解去這首歌 就有配合照傳統戲曲的唱法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眼睛怎麼了 沒有耶 他們有照傳統訊息的唱法 那你聽那個 你這樣子王 那個那個志平哥 他還可以崩潰 他是什麼 要不然他當初做這段 是什麼意思 他這段是他自己做的 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去參照那種感覺 我們來聽聽看 你會唱嗎 我們直接拿麥唱 一顆扣子扣不對了 一顆扣子扣不對了 就註定 整排的錯到底了 穿錯了愛 該不快點脫 只會讓自己難過 聞到空氣冷濕濕的 看美雨就亂的帶著傘了 生日中在無處可躲視 才嚇得有機有優 本來預感對了 最後開始選錯 我在愛的時候 總是固執的 因為個性不合 重新就能補救 可惜勉強太久 讓會累得 一通箭短message 一起照顧自己 你就不會聽見 我的情勢 神經病 愛有什麼意義 不分手的哭泣 反而向中恨心 一通箭短message 一起照顧自己 好想用盡全身 所有力氣 現在還算可以 不要熬到不熄 互相同學一切 抱著回憶離去 這就是舞式的傳統戲曲啊 一一字詞 對 是不是其實很酷的歌曲 它結合一種 比較傳統的感覺 對 而且剛剛妳完全有在回憶那時候的舞蹈 所以這應該幾百年沒唱了吧 因為那舞蹈很難 很難 大家都覺得很簡單 很碎對不對 對 但是她步伐很多 因為像前幾天我看到那個完全娛樂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就是像宇宙啊 他們就是 他們在跳舞的時候 他們在跳什麼 我好寂寞 我好寂寞 好寂寞 我好討厭 好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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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討厭 好討厭 好討厭 It's bad 就是很另類 因為一般的歌手啊 他可能就跳他的舞就跳到舞 他不會接回 Yuki is back 就不會 可是這次倒數三秒 一直重複這句話 Yuki is back 妳自己有沒有覺得 這次的回歸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沒有 我只是知道我回來的時候 被那個製作人叫進去 然後就跟我說 我需要妳唱 唱一點那個騙話 我說喔 騙話好 那我要唱什麼 妳給我一個 Yuki is back 然後我就說喔好 Yuki is back 然後他就說喔這句酷 好來就這樣 然後他想說 欸怎麼可以唱到這麼到位 其實是妳的心聲 Yuki is back 沒有因為他要有兇一點嘛 妳自己兇都這樣了嗎 妳還可以怎麼樣更兇 Yuki is back 再來 Yuki is back 再來 而且他變得就有 再來就揍妳 就是 Yuki is back 不會 我不會這樣 這樣就不酷了 喔那怎樣 因為我們裡面有Rap 所以妳不可以有這樣子 對 就是妳只能有 Yuki is back 可是說真的啦 因為其實距離上一張唱片 這種Bad Girl這張專輯 已經隔了15年了 欸就是15年沒發專輯這件事 其實好像聽起來滿久的 什麼時候會有新專輯呢 沒有沒有沒有 我後來發現 如果大家對歌就是 沒有辦法接受率那麼高的話 要等到15年之後才發現 它是流行的 然後我們就15年之後再 我們就15年之後再發一張 因為呢其實 其實呢這次倒數三秒 跟我們的部署都非常的好聽 都很好聽 我們很期待有真正的新專輯 而且有可能會是什麼樣的曲風嗎 妳自己想像 如果再做新的一張專輯 嗯 請問一下那個副總 我們下一張專輯是什麼曲風 他說他也不知道 我相信一定會發 因為妳這樣的這個氣勢 跟妳這樣的回顧跟他的感覺 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而且妳知道每天 妳在幫我圓圓話耶 對 因為我心很累 但是我又愛妳 因為我真的能夠理解 就是社群主持人是 不容易的事 不容易的 不容易 可是妳知道嗎 徐懷孕就是珍貴在這裡 因為現在我們人呢 老實說 像我也是非常的做作 就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非常的事故 我也是啊 我也是個 妳不是妳 但我也是個健身人士 所以叫見人 可是妳隨著練一下 妳今天痛得不得了 沒有 因為他是輕重量啊 好啦 這個我們講過了 我要講的是徐懷孕 而且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社群平台 它都是一個形象 大家都很喜歡去包裝 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所以大家人與人之間 常常會講話很不直接 常會有一些就是 你好 你好 其實都比較可氣 當然也不說那是做作 但是我覺得那是每一個人的 生存之道 可能像Yuki就是 完全撇開這一切 沒有這種東西 我人生沒有任何的包裝 我覺得我現在怎樣就是怎樣 我不太知道那時候的演藝圈 唱片有沒有讓妳學 講話課之類的 有嗎 說話課 很多藝人好像都有學 我跟妳講我上的那個說話課 完全是個錯誤 老師氣死了 不是 有沒有 是老師講了一個很大的故事 但是他沒有教我什麼結尾 妳有沒有後來發現 我其實小時候講話 其實他沒有Ending的 我今天妳沒有變 不是 錯 我現在講話是有Ending的 因為我剛剛 其實真的有 徐懷孕現在講話有Ending 我現在講話是有Ending的 而且我現在是會拋梗 只是妳剛才沒Get到 哪個梗 我學習 妳跟我講哪個梗 我沒有接到 快點 又可以Smack的直列出現了 哪個快點啦 粉絲要知道 妳不算粉絲啊 我還不算 剛剛很多觀眾我都在唱的耶 等一下 等一下 妳現在先講一下 那個YT女魔頭 現在是誰的頻道 我的頻道啊 妳的頻道 對啊 那妳怎麼還是歌迷 好啦 我也是藝人啦 我是Superstar 的意思是這樣 還當過阿姨她為嘉賓 我根本不是歌迷了 現在很多新朋友 可能有看過浪姐 我們有看到妳跟阿琳啊 Ella 以及宮林娜姐姐姐 還有陳奕涵 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那妳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妳知道有一次在三公的演出 我相信妳還記得啦 因為這件事變成很久以前 三公演出 徐懷鈺 就是沒有到那個練習彩排的場合 然後呢 就是Ella 那個節目都有播出 Ella就打電話給表妹吧 表妹說人在哪裡 對不對 Ella 所以妳有接過Ella的電話 她就問Yuki在哪裡 然後 因為其實在第一次的表演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多兩極的聲音 然後那時候就聽說妳看了留言 是心情有非常地受到影響 不是 我是跟她 是他們跟我說 有那個在說 我就 然後我想說 那應該是影響消耗吧 然後她說好像是 然後蠻難聽的 我就說 關掉那個評論 然後因為 你知道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什麼 我沒有聲音 不用打字的 呼籠沒聲音 對 跟她說 對 我沒有聲音 我三天沒有聲音 我快要崩潰了 可是我覺得那一段 非常感人的就是 因為我們念的是Rap 你知道 而且我們還要和聲 我們還要和聲 可是那時候 我覺得最讓人家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 其實你還是很努力的到現場 然後Ella姐姐 以及郭銘娜姐姐 他們都是很認真地在跟你聊天 然後重點是 我覺得Ella講了一段話就是 她看到你這樣 她非常的心疼 就是她覺得她曾經 她也非常喜歡你的歌 然後看到你曾經也消失在舞台上 然後她就在想 那個可愛的姐姐 怎麼見了 而且那一段還有就是 大家一起在唱 愛上一場的這種感冒 那感覺是非常的穩心的 其實講那一段話 我其實是想要聊的就是 很多人都會願意陪著你 其實現在愛玉家族 是非常非常的熱鬧的 我就是很幸運的 也被邀請到 愛玉家族的那個群組裡面 你加入他們喔 對 他們其實對我很有禮貌 他們都 譬如我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是 很多人就是很熱情 說天然這也是娜娜 是等等的 可是我其實是想表達 是在那個群組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人 對於Yuki的回來 然後是非常幸運 會非常期待的 也就像很多的 像Ella 以及陳怡函他們說的 其實在你很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站出來一起挺你 就是我挺你的感覺 可是那一段呢 到整個結束 到浪姐結束 都可以感到大家就是 一起用那種向心力 總之我們就是要陪著徐懷玉 我們很多的 徐懷玉的粉絲 愛玉家族等等 我們都一起陪著你 完成你的小巨蛋 好不好 10月7號 你真的要 我想要跟新粉 新粉絲 因為我現在已經 厭倦了老粉 沒有啦 我相信 她是開門上 我相信 我現在真的相信 八姐不要走心 但是我相信徐懷玉 現在在重新的回歸呢 然後很多的音樂誕生 一定會有很多新的粉絲 像我們剛剛聊了很多的Live 其實很多的成熟書琴的歌曲 或成熟的舞曲 在唱上去大聲 有啦 其實很多人都去考古了 對啊 已經考古回來了 其實它真的很好聽 你的Live 而且它的音質就是這樣 好不好 而且最好 沒有啦 我音質沒有你強 沒有 我是 我是唱得還不錯 那我的音質不好 就互相拱一下 對 你音質真的好 好 謝謝 再一次狗鬼音快點 錄音 我覺得觀眾會傻眼耶 沒有沒有 我是怕龔老師會嚇到 龔老師更厲害好不好 龔老師還有烏鴉 你看 而且呢 觀眾一定不曉得 這個結尾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收 就是我們一直在聊天 我們不結尾啊 因為我們今天要唱最後一首歌 還是你之前想要再唱別首歌 我還要很多首卡拉 因為我是本次 我有很多首卡拉 但2017年左右嘛 你出了 我還是那個 我這個單曲 對 其實這首歌就是很符合你 你依舊就是那個你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那首歌 對啊 但是我有點後悔我來這裡 怎麼說 因為他 他快要把我演唱會 你的歌都唱完 我全部都要閃掉 妳再跟我講演唱會 演唱會 妳唱 Give Me Fine 試試看 你們演唱會唱簡訊嗎 我跟你講 有很多歌 你會被刪掉 你們絕對會 妳想唱的其實被刪掉對不對 因為都會被你刪掉 屁了 真的 屁了 好啦 最後這首歌 你還記得怎麼唱嗎 我還是那個我 好 不記得的話 我們也是會唱 你到這邊會考驗 最後是給大家 我還是那個我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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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多强烈 哪怕流浪后的脸 回不到从前 你好吗 我还是那个我 不曾改变的我 会痛 会寂寞 我还是很多话不会说 很多事不懂 还是傻执着 再见面我 还是那个我 不曾放弃的我 在走 在摸索 也许再多的努力 都不够躲 拼命爱过 想就不算什么 谢谢超哥 谢谢超 谢谢我的Yuki 超 10月7号 小时带你唱会见 拜拜 各位娜娜大师的 迷哥迷妹们 你们好 我是Yuki 徐怀宇 就是我觉得 娜娜大师 非常的用心 就是她的扫把头 我那明明是冲天头 为什么她变成扫把呢 但这不重要 重要是她非常的认真 然后还有那个八格 所以我就觉得 我来这边是 对的 我以为是Yuki is back 然后我很开心 在这里唱很多的歌曲 虽然这个歌曲呢 我都很怕跟我的那个 演唱会重叠 但是呢 的确是有重叠到 我会想办法 让它变得不一样 所以 请期待我小巨蛋 10月7号 等你哦 先别看 我要那个 将心情好好地打扫 打扯了你 有什么地方就要打扫了 好 我给你吃一下 好 我给你吃一下 好 我给你咬 好 我给你咬 从第一次以来宾的身份 参加Yuki所主持的歌神 请上车 再到第一次访问她 然后很荣幸地 成为Yuki的演唱会嘉宾 以及还有好多次的合作 无论见过多少次 每每我都还是会惊呼 虚幻玉你真的太令妹了 就如同歌曲 我还是那个我 Yuki还是那个Yuki 讲话直接又淡蝶调皮 微软中又淡蝶看透人生的体悟 回答有时尴尬 却又成为独特幽默 从粉丝到现在 慢慢成为朋友 还是常常替她捏把冷汗 总担心她会不会被误会等等的 因为我知道她很多贴心的举动 不一定会被大家看见 譬如我头发乱了 她会偷偷把我整理 之前入营时也摸摸带饮料 给娜娜团队 以及某一年我胜率的时候 在家里直接收到Yuki寄来的巨大生日蛋糕 反正我要说之 Yuki就是一个很nice的人 OK 而且一直以来我都很真心 跟Yuki相处的每一刻 所以一路看你走到小巨蛋 很期待 而且也一定全力支持你 你就好好准备吧 爱你的我们会在台下 好好陪你完成这人生重要的大事哦